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製播的網路視訊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特別去關注的一個議題 那我自己身為高雄人 其實高雄人其實長期就面臨到 是一個污染的問題 我自己住在前鎮 然後其實也就是幾年前 那個氣爆路過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石化工業 是非常非常 至少對我來講 是非常非常覺得恐慌 甚至是厭惡 因為我小學旁邊其實就是一個工廠 所以這個環境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糟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我們家都不是最糟 最糟的恐怕是在高雄的大林埔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張圖其實是前一陣子 韓國瑜市場到大林埔去跟居民去座談 然後夜宿在大林埔的時候 公庫做了一張圖 你看在這張圖裡面其實看到這個綠色的地方 是大林埔 那這個大林埔之外 其實旁邊還有包括台灣電力大林發電廠 台電的大林發電廠 平海工業區 還有這個南興計畫中鋼 還有這個高雄的造船廠 這個大林埔綠色的這個地方 其實都整個被包圍 那其實也不是說高雄的市長 不關心這件事情 包括陳菊市長 或者是韓國瑜市長 其實也多次的去拜訪 或者跟當地居民都有一些 這種所謂的討論 可是一樣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這個所謂千村的問題 包括這個居住的問題 包括這個空污的問題 都沒有好好的解決 所以對於大林埔的居民 其實這幾十年來 受到非常嚴重的這種 我覺得不只是身體 在心體上面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今天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邀請的是 這個高雄市金燕 充文化協進會的發言人 陳淤熙 陳淤熙大姐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姐 你在大拿捕 我還要七十幾年嗎 將近七十二年 將近七十二年 我的父母親 我的阿公 阿嬤 阿祖 都是正常到達 差不多要將近兩百年 在大陸 都在地的 在地的 大林埔的行程大概有 四百三十年左右 這是很古老的這個聚落 對 古老的城市 最近大林埔的人 都是割什麼維生 大林埔的人 一般是做農比較多 做農比較多 所以你那個十大建設的時候 說要徵收我們的土地來 變成工業區 來蓋工廠的時候 我爸爸第一顆就拿手了 怎麼說 我爸爸那時候 差不多要將近六十歲了 四人就是塞牛車 鋪梯 藤廠鋪梯 做禪 做信 主要我們的倒座是做稻米 一般別的地方 倒座是兩期 我們大林埔的倒座 是做一期 做四個月當 四個月當一分多 如果做八百斤的切子 非常好 當初我小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七八歲的時候 我就很懂事了 我爸爸那在做時 就是大家出名 鋪梯 都把鋪梯 平 nest 你很厲害 你做得很厲害 所以做產做時 都是非常的辛苦 當工業區 大概民國六十年五十九 其實剛才是十大建設 對 十大建設 當時包括大煉鋼廠 中鋼 包括造船廠 都在高雄 包括石化專區 都是那個東西的 這十大建設的其中三個項目 都剛才在你們大領埔甲 算不知道 在我們那裡 大老婆是400幾年來的 這工業區是後來到來的 不是我們剛才在工業區的储幣 是工業區來做我們的储幣 這是沒有搞清楚 我爸當初是會蒸蒼的是說 好了 如果做產生的辛苦 他沒有要讓我們的子女兒 將來還繼續做產生康 他說如果有蓋工廠 就大家都去住工廠 有現金 現金還要聰明 他也不用靠天吃飯 對對對 有肯定的收入 他也是說樂觀其成 他也跟我們說 如果蓋好 當初是一分地 政府把我們蒸收 差不多十萬至十二萬 我們那是涼田 我們那涼田是十二萬 平均三百平來說 一邊四百塊 那時候吃一碗陽春麵 十塊至十五塊 就一個月 你差不多要兩天搖擦 你吃一碗陽春麵 你差不多要兩天搖擦 一邊就沒有這樣 那時候 你蒸收 你說要在大林埔 來蓋這裡 不管是中鋼 或是造船廠 或是所謂石化工業區 燈店 有跟你說 那時候有跟你說 可能會造成這些污染 沒有啦 哪會講 完全我們也不知道 後來才知道 那時候是抱著一個非常歡喜的心情 去營軍它 但是其實沒有想到這些後果 當然是沒有想到會污染那麼嚴重 就是說連銀槍來這裡開也好 台電來這裡發電也好 那個工廠有保障名額 我們大林埔的子弟優先 譬如靠中更靠台電 有優先可以讓他先進去的 因為戶籍真的是 那時候也不知道現在50年以後 我們六爺的小女孩在這裡 在抗議污染的事情 你知道工業區已經進來快50年了 從來沒有做過這個流行病血 都沒有做過 從來到現在 50年到現在沒有做 剛好2017年 有做一個健康風險評估 這個健康風險評估是 所以林犬來的時候要求環保署檢驗所 來做這個風險評估 本來是2017年做的 他要做一年 冬天夏天都做到 歸納的那天4月27號來我們大林埔 做一個報告 講的時候 他說其實你們大林埔 春天春夏秋的污染是很嚴重 對 但是冬天的污染 比那個春夏秋還要嚴重 因為我們平常有西南風 西南風吹來就是說 因為西南 沒有我們村莊過 把那個污染 都在那個比較冬邊 都被被被過 風山那邊 都被被風山燒港那裡 然後都照一萬島 對 就直接歡樂 直接吵我才說過 冬天 東北飢風來的時候 嚴重在 台電 中油廠 它也會被被我們這裡來 最重要的就是中鋼 中鋼那濕式煉焦爐 那個硫化物有夠多 還有那個重金屬 再來它的室外除煤區 室外除煤區 差不多70公斤 整個到冬天 整個被我們大部來 噗噗噗 我怎麼可能會穿一個白衣 那肚子都金屬色的 金屬金屬色的 亮金屬的 工庫去作業報導的時候 也會發明說 怎麼這麼紅 對 整個那個都是地上 都是類似像金粉 或者是會黑金黑金這樣 黑金黑金 它也沒聲音 還有一次 環保署的副署長詹順貴 來收集那些去檢驗的時候 也是檢驗了一兩年 以後一年多才報告出來說 那個有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牆 差不多三分之一是中鋼貢獻 你明明的環保署中央的機構 就跟你說這是你貢獻的 你還沒做流行病學 你還沒做健康風險評估 所以2017年 還做過這個健康風險評估 那個結果是怎樣 那個結果就是 剛剛你手頭上看到 就是我們的本 我們的本是六親的 就是雲林六親的六倍 六倍 六倍 因為雲林六親是單一工廠 在那裡而已 我們領海工業區 是好幾個大工廠 在那裡對不對 領海工業區的石化 石化中油 台電 中鋼 中船是在我們抗衡一山 中船不是我們抗衡的對象 抗衡的就是在我們鄰居 方圓一公里以內 你知道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台塑六親 距離九百公尺的使措分校 它的問題就很多了 我們這個離不到差不多五百公尺吧 因為中油離我們的村莊 不到五百公尺 經過中油的廠區 然後經過一條沿海 一條大馬路而已 就是我們的村莊 所以其實你剛才說的 幾十年來都沒有做這個風險評估 剛才林泉院長 這個院長 去做這個風險評估 結果這個其實在超標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這些有毒的物質 對你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 我們超標 流化物也超標 這個裡頭剛剛這個裡頭 就有一些超標的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當地的人 幾乎去做那個 去做健康檢查的 都是深超標 深超標 像我的話是兩百八十九 還是兩百九十八 它是一百以內是正常的 其實我的飲食 像我的飲食七十幾年來 我的飲食幾乎 都是那個村的青椒圖 都吃蔬菜水果 蔬菜都以前 在酸雨下來 流到那個重金屬 流到那個泥土 對 然後到海洋 本來我們的海洋是有三百種 有三百種疫苗 有慢疫苗 現在海洋整個都汙染 所以包括人體 包括你的種植的土地 包括周遭的這種空氣 包括沿海的作物 包括漁獲 其實整體都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 政府有對這些部分 既然都已經做出這個 所謂的風險評估 這些所謂的檢驗報告出來 它有什麼樣的態度 也說不好意思 失礙 或是有什麼賠償 或是說 不然你來看醫生 我們不用錢 還是都沒有 說到這個 那天剛好風險評估的 那個環檢所的來以後 剛好高雄市環保局的局 我如果在抗議汙染 就是都打電話到環保局 就是臭氣 空氣蓬蓬煙 汙煙一大堆 這麼多工程 大家都不想生人 中工程到時候也不想改善 你整個方法保護起來 對啊 大家都撒這個責任 對 所以我不是單一的 我就說我不是單一的汙染 你單一的汙染 我來球場六親 球場單一的汙染 現在沒有 所以大家都推來推去 什麼人要付錢 所以台電大林廠的汙染 也是非常嚴重 那個燃煤機 一二部機到現在應該退役的 他也不退役 不退役的話他繼續汙染 這個很多是國營事業 政府來做一些檢驗出來 說這個超標很嚴重 難道他們沒有任何的表示 當天都沒有人 只有一個立法委員講說 回到立法院 我要來講 我們的村民有跟他說 我們看醫生的免費 你幫我們做那個 健康保險 我們住這裡五十年 我們不應該這樣子嗎 假如沒有青春 要要求什麼人 窗口是什麼 要送誰 像台電單獨去嗎 像中郵單獨去嗎 像中郵單獨去要求嗎 所以我們已經 所以你要找誰要求 要求償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補償 也都幾乎是找不到 一個對口的單位 現在我們跟高雄市小港區區長說 你那些公安意外 你那些汙染的意外 因為他們有公安意外 特別是中郵的公安意外 賠償的錢是超過十五元 你把那些錢拿起來 用於當地就好了 你如果我們賠償的錢 你不能去美化高雄的北邊 如果我們這個汙染 你不就要這個錢 尊款尊用在大領埔才對 無論是賠償金額也好 最好是改善環境 這是我比較要求的 賠償的 有生病的 當然你是要負很大的責任 所以大家才會站出來說出聲 大家都會說這件事 什麼人要負責 沒有人要負責 再回過來看這一個圖 其實這個圖 其實很明顯的看到 大領埔就是在這個綠色的中間 旁邊是市面的圍繞 所以我們剛才預期大集說 不管你吹什麼風 工廠都在旁邊 它怎麼吹 怎麼污染 怎麼吹 空氣怎麼燒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當然除了這個污染 我們當然會希望這污染要去降低 但是其實這一陣子 其實這幾年來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這個議題就是所謂千春 這個千春到底要怎麼稱 千春 千春可能很重要 有些人是希望千春 有些人覺得說這是我的故鄉 我祖宰會這麼大人 你叫我千春要叫我那裡 有時候千春其實 它的人際網絡全部都散掉 然後它的生活 也會面臨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但是面臨到污染 又面臨到千春 千春好像也沒有明確的計畫 污染也沒有很明確的 要怎麼去解決 現在好像限於在一種兩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請教玉溪大姐 說要怎麼做 你千春到底我們的政府 不管是單局 還是韓國禄 到底有什麼明確的計畫 要做出來嗎 那所謂的降載 這空污 或者以後變成循環經濟 又有什麼樣明確的做法 那這個能夠解決 大林埔的問題 能夠解決高雄污染的問題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小港大林埔 緊鄰陵海工業區 與石化業 鋼鐵業 電力業等重工業當鄰居 再加上飛機 船舶與大量柴油車進出 空氣污染嚴重 環保署從106年9月開始 在當地進行環境 及健康風險評估 發現70歲以上的老人 平均致癌風險偏高 高於萬分之一 主要危害物質是 本跟一三丁二息等等 當地居民對於這樣的結果 不意外 但認為調查只做一年不夠 另外日前高雄市議員提出 市府曾對當地居民 進行健康檢查 結果卻發現1803人中 有42%的人總身濃度異常 居民很想知道 到底污染源為何 環保署這次橫跨四季的 采樣調查 檢驗工廠煙道 周界 土壤 地下水 蔬菜 海鮮 甚至居民購買來喝的水 皆為驗出深濃度異常 究竟為何居民體內 深濃度會這麼高 里長呼籲相關單位 應擴大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給居民一個交代 記者裡面林志堅 台北報導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 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今天在節目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金煙春文化協進會的發言人陳玉璽 玉璽大姐 您好 我們剛剛在節目當中 其實也再次看到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其實很明顯的 就是大林埔這一塊綠色的地方 是整個被 幾乎被工業區完全包圍起來 而且其實還在新建新的 就是包括南新計畫 或是後期一大堆都還在繼續的做 所以這個真的是你很難想像 被層層的工業區包圍 那其實在這邊有一塊是紅色的區域 就是我們看到是紅毛港 這個其實已經千春了 當然這個紅毛千春 也在當時也會有一些爭議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紀錄 留下一些影像 那所以其實我們接下來 現在要談的是所謂的千春的問題 其實這一次 不管是之前陳菊的這幾地位時代 還是韓國魯這個這幾地位時代 都會談到千春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開始要去談 什麼時候開始談千春 為什麼你們覺得 千春是很重要 就是有些民眾希望千春 有些民眾他其實希望留下來 那你們怎麼去看千春這件事情 千春的源起就是紅毛港96年 千春定案了以後 就開始有動作了以後 我們當地的居民就有人 組織一個千春委員會 就是希望大領埔也千春 那時候南新計畫剛好都在開發 南新一期也在開發 二期也開發 油庭製造磚器也在開發 油庭製造磚器也在開發 還有那個洲際碼頭都在開發 政戰全部都在開發 我們都要整個被包圍了 被包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是說 一樣的汙染 晚上一樣就千春了 我們才沒要千 所以就有這個聲音 最主要是每一次千春的時候 陳吉在我們那裡選三次都對 每次要選旗的時候 他就來我們大領埔的廟口 那個鳳林宮那裡拜拜 然後就講說大領埔的確實汙染 大領埔的汙染是大領埔住在這裡 不是人大的地方 他說他做市長有責任沒有能力 因為他沒有能力簽我們大領埔 我們大領埔的地大概在120公頃左右 我們大領埔真正居住在那裡的 大概一萬兩千人 幽靈人口差不多八千人 他說他沒有那個能力 他有那個責任沒有能力 現在每次選旗 每次就大領 所以這些千春的人就開始浮動了 就開始了 然後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的研考會的電話訪問 說民國一百年 一百年 高雄市政府的研考會的電話訪問 他是選擇性的 我是沒接到 我有那個問過 用抽樣的 對 抽樣 我有那個問過兩個人 他們兩個人說的題目就是 大領埔那個環境這麼不好 你願意千春嗎 我覺得前提環境不好 你願意千春嗎 他就是說環境不好 你是否願意千春 百分之八十的人說OK 好 如果是環境不好要千春 當然他沒有好處 然後這個研考會 2016年我們在港款電話民調 也是相同的問題 大概八十一個percent 八十一%的人說要千春 那要千春以後 陳局就開始有動作了 因為陳局當初來我們這裡是就有一些政見 包括千春的問題 他說他一直強調 有責任沒有能力 所以他說他去找行政院長 現在就中央地方一條龍了 他去找林權 林權就2016年11月19號 就是民國105年 已經要年底了 就來這裡 為了千春 為了汙染 跟大家道歉 跟大家道歉 高雄市陳局市場 跟林權行政院長都跟他們道歉 跟他們道歉 當初他們就答應了 我們的居民就開始起風了 一坪換一坪 沒有負債的千春 那時候林權就說 如果是因為50年來的汙染 一坪換一坪沒有問題 還要專案處理 你的房子沒有新的 我這裡有一份報紙是 高雄市政府自己 大鳳地區要千春的時候 自己寫的 高雄市政府自己寫的 一坪換一坪 你看一下一坪換一坪的千春 是因為汙染的問題 一坪換一坪 然後你的房子是用新的來評估 評價 就是說 現在做了一坪的六萬 他也要六萬八萬 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 如果民國一百年開始起風 要千春到現在一百零八年 千春也沒有定案 沒有定案是怎樣 沒有定案是沒有 完全的規劃 把我們放在千春裡面 然後農地怎麼簽 也都沒有講 等於最後就是沒有計畫書 也沒有答應說 我這個千春是已經有定案 其實都沒有定案 你說林泉是汙染 要千春的話 三大廠 中油大林廠 台電大林廠 中工 他們三個大人來給我們簽就好了 他們一年的營業額近賺 雖然都好幾千億 穿我們一個大堡 六百億才有什麼 九年一毛而已 怎麼有什麼 如果說 國土規劃要把我們千春 你現在要做田土造路 目前已經田土造路 差不多一百五十公頃 一千五百公頃 現在差不多要 要田土超過八百公頃 這裡是要做石化專區 為什麼要做石化專區 就是那個 那個一百 他還要做新的石化專區 這個循環經濟的專區 2014年的氣爆 氣爆對 氣爆讓大家嚇到 就是說那個管路 那個石化管路不能拉那麼長 從北高雄拉到南高雄來 拉到我們大林埔來 所以這個氣爆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 所以現在政府要規定一個 國土規劃說 我才要做石化專區 你如果國土要做石化專區 我是很熟悉 你五十年前的國土規劃 你這台這裡全部都工業企業 我大林埔 放鼻頭和放棄 你是怎麼撞出來 是沒有要把我們牽牽的 是不是 你現在五十年前 有那麼大 你還要 要簽啊不簽 要簽啊不簽 所以現在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要簽 要簽不簽 對你們說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石化專區 其實又是在讓這裡可能 陷入到可能某種的恐慌 更大的霧燃 也許會霧燃 也許不會霧燃 不知道 但是至少在心裡面的恐慌 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再回到第一點 那些青春的部分 就是說雖然你們 在你們目前為止 都沒有看到任何的 具體的青春計畫 那有跟你們溝通嗎 要怎麼簽 簽去詢問你們的意見 除了你剛才說的那個調查 有他有 他有做一個調查 就是說他當時有做一個 簽的調查 就是說你哪裡大部 你願意簽簽嗎 現在是這樣子紙本的 已經有一個調查表出來 你願意簽簽嗎 你要簽簽嗎 那上次是電話說環境的問題 現在來就有一個方案了 第二題 第一題就是你願意簽簽嗎 第二題就是說 你要簽簽的話 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說 一坪換一坪 然後房子評估用6萬 你的房子幾倍你就是6萬 你自己這些錢拿你自己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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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方案就是這樣 第二個方案就是說 政府幫你造證做好了以後 你在集合屋 有的是住大樓 大部分說的集合屋 不是要讓我們全部房子透天的 是要讓我們部分的人去住大樓 這是第二個方案 第三個方案就是說 你責成現金 你自己拿到錢以後 你自己就走 你去哪裡 隨便你住 還有這個是第二個題目對不對 簽簽簽方案第二個題目 第三個題目就是 你假如反對簽簽 你的意見是什麼 你為什麼反對簽簽 這個反對簽簽的大概 因為他這個方案出來之後 89%的人贊成簽簽 因為他一坪換一坪 房屋高價給你收購 然後這個第三個不要簽簽的 大概占了11% 這11%的人裡面 差不多70%的人就是說 千春計畫 千春未民以前 我反對千春 所以這個就是重點 是怎麼怕 再用騙一次就對了 對 不像千春 直接煩惱 直接做 目前我們隔壁大廣 隔壁公圈裡面 還住兩個流浪漢在那裡 因為無家可貴 有一個人都牽 所以對我們來說 雖然這個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條件 包括一瓶換一瓶 或者是直接換現金 但是它沒有具體的做法 這個是讓你們會覺得 比較擔心的部分嗎 因為你地方都沒了 計畫也沒有出來 你要去哪裡也沒有講 我要搬到哪裡也沒有講 然後這幾十年來 就常常跟你說 我有責任 但是我沒有人力 或者是包括剛剛談到的 污染的問題 有這個生病的 也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所以那個對政府的信心 其實是很低的 因為都沒有誠信 政府根本都沒有誠信的 幾年下來 我現在在說 高雄市政府地方政府 你自己本身不愛護你的百姓 你任由這些工業區 這些工業區 大部分是屬於中央的 但是你會當要不要發執照給他們 像台電那個一二部機 還有那個高雄縣那個什麼 新達發電廠的一二部機的染源 你都可以自己除疫 你為什麼不除疫呢 你現在又搞個能源政策不明朗 非核家園 然後你就為了非核家園 你就讓我們附近的人火力全開 這樣有公平 你台北的人在這裡想想 我們在那裡每天吸炭 我們大家都在那裡 這個風險評估一出來 你知道我們小港地區 我們大林埔的離癌率是全台灣省的四倍以上 我們的本的來源跟那個流化物的來源就是 他說VOCS VOCS就是流動的車輛多了 你就是開那麼多工廠 當然車子就多啊 你那個洲際碼頭一開的話 那個貨櫃那個contain 空空空空 一分間五台 另外一個做法除了牽出以外 當然我們知道牽出有滿高比例的 是願意去牽 對 條件講好的話 對 講好 但是他具體的做法是沒有 另外一種沒有可能是說好 因為畢竟在那邊 可能都說大林埔有400年的歷史 但是那個環境其實 並不是真的不是很適合居住 可是如果他把那個環境變好 會不會是另外一種選項呢 所以我就講嘛 牽扯不是唯一的選項嘛 你人減量嘛 你那個開發案就是停止嘛 你就減量啊 你台電就減量啊 燃美的你減少一部機啊 對不對 你這能源政策是怎麼搞的 這整個能源政策的 跟政治都有關係的 所以我這樣子我就講嘛 你沒有改善 完全都沒有改善 就放著每一次 一個選一個新市長來 或是要選舉的時候 就消費我們大林埔一次 結果都沒有一個人解決問題 我最討厭就是不解決 你知道明明問題 這三家的問題 你為什麼不解決這個問題 你把我們牽在那裡 你這裡如果做石化專區 你如果這裡如果做石化專區 你牽在那裡 離我沒有到十公里 將來這台這裡灰灑灑的 不是不會我們那裡 你牽出有什麼意義 就是說你做石化專區 假設它是一種再生經濟 然後它的污染可能會降低 但是原來的中鋼原來的那些 其實污染可能還是存在 所以隨著風的吹動 問題一樣是沒有解決 雖然你們有一個好的房子住 可能你們滿意了 但是吸的空氣恐怕是很大的問題 一樣 還是一樣 所以南高雄的污染也沒有減量 那你是要做什麼 你的開發案 目前的開發案 開發南興二期 那個也在開發 躺在環保署 這範圖界定還在開 南興一起又在做環差 做環差做什麼 一起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過 說那個有條件通過一起 那條件通過一起 你現在又要做環差 就是要處理垃圾 你一個港口是專門的 載的人沒來 全世界沒來 進口垃圾 來這裡要做什麼 這個污染一直都沒有減少 我想看到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這麼長期下來 其實民眾不斷的覺得被騙了 對 不斷的覺得承諾是跳票的 所以即使政府有一個好的政策規劃 人民也未必會相信 這是因為長期的累積 現在更大的問題 不管是所謂的 再生能源的部分 或者是千村的部分 都沒有很明確的具體的規劃 對 所以那個信心當然會更沒有 然後那個衝突 那個爭議當然會更大 對我們來講 常常說不管是誰的執政 你們常常變成是一個籌碼 變成是一個貧球 所以在心裡的狀態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我想是今天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不管是新的市政府也好 舊的市政府也好 或是中央政府 都必須要重新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OK 但是人民為主 你要做什麼事情可以 但是你要有明確的計畫 今天非常謝謝玉璽姐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請教我們的玉璽姐謝謝 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採訪